今天這條影片主要跟大家說一說 北倫敦最近一年 新盤的樓價變化是怎樣的 如果大家正希望入手當地的新盤 想著落腳退休自用 或者是先出租後自用 這條影片記得要看到最後 今天這條影片主要講北倫敦 過去這一年的新盤樓價到底是怎樣的 而我們今天主要講的行政區 就是北倫敦上面這三個人正區 分別就是Herald、Barnett和Brand 而這三個人正區 也是過去這半年 我們發現是比較多香港人去看的 為何那麼多人去看這三個人正區呢 原因是有三個 第一就是因為退休人士來說 我們發現比較多朋友 喜歡在當地買樓下腳 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治安相對好 以及人口密度相對也比較低 就算是去到Song 5位置的Herald 說到那個交通網 落到倫敦鬆溫 鐵路線計算是在20分鐘 就已經可以落到 相當之快 而第二 簡選這三個行政區 我想很多家長如果有看樓都知道 這三個行政區裡面的效果 是相當之不錯的 尤其是我們剛剛也出片說過Barnett 其中一個樓盤 樓盤說到方圓大概2公里範圍 有足足24間Good to Outstanding的中小學 而最後當然是樓價 這三個地區的樓價 說到跟倫敦Song 1或Song 2 這些比較prime的地段相比 價錢來說分中等於這些prime的地段 4-5折的價錢 所以這幾個行政區近年就比較多港人去看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也設立了近這一年 到底現在北倫敦 尤其是這三個行政區的新盤價錢 在經歷了14次加息之後 到底一年前買會便宜一些 還是一年之後買會便宜一些 我們今天一起去看看 如果看回英國填土廳資料 過去這一年如果是想買新樓 這邊已經看完倫敦過去這一年的樓價走勢 以新本計的New Build 先看看Alter London這邊整體 你看到平均樓價上年2月份 當時都是45萬多 去到今年第一季季尾 3月份已經去到53萬 另外剛才提到這三個行政區 分別是Barnet, Branch和Harold 你見到樓價大概介乎 已經升到66萬 去到50萬出頭 一年前來說 Harold那邊Zone 5地段 平均價都是44萬 去到今年3月已經突破了50萬 過限可能覺得很奇怪 英國那邊2021年12月 開始加息 加到8月3日加了14次 其實你見到樓價 如果截至今年3月 你見到新盤價仍是繼續升 完全沒有一個影響 你見到它是距離或停 另外我們看看它的百分比 如果以按年計 到底變化是怎樣 一圖看完 現在來說 以這三個行政區 去到今年3月份 分別升了12.8%到13.1% 簡單來說 一年前如果你想入手 舉例可能是Barnet 這個行政區 其中一個新盤 一年前你沒有買 一年後你再看看 原來當初的單價 比這家漲價 大概接近13% 可能當初你擔心加息 英國的樓價會跌 但原來回頭看看 新盤的價錢 和息口的走勢 完全是一致的 即是息口一直加 新盤的價格也一直加 所以可能一年前 如果你打算停手 即是打算遲些再看 原來越遲看 新樓價就越貴 這個情況有點遲 我們這個頻道 說得比較多的Manchester 當地來說 也是一些新盤價錢 如果一年前你沒有買 一年後你看回 價錢也會上升到一個雙倍 至於你說它那個 以往走勢 是不是等於將來表現 老實說 沒有人敢說 但是有一樣可以肯定 直到我們今天拍片這一刻 萬成也好 或者是倫敦也好 我們夾開的一些大的發展商 暫時真的沒有發展商 是願意減價促銷 或者加大的折扣 就盡快散貨了 那加息周期已經到接近最尾升 什麼時候開始減息不知道 如果看看發展商現在的開價的走勢 你說會不會去到加息周期 最尾升才開始減價給你 世事務絕對不敢說不會 不過我想這個機會 照看就可能渺茫一些 如果大家寄望新樓會減價給你 可能過去這一年你都會有些失望 不單沒有減價 如果你看回數據 還加了超過一成 如果大家想買一層樓回來 就先出租後自用 可能暫時我在香港這邊 還做多幾年才退休 退休先過去 在當地假如你要選擇一個 普普通通的一房單位 我們都可以今天拿其中一個樓盤 做一個例子 即時計算一條數給大家看 到底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就選擇了 最近我們亦都出過一條影片 說倫敦Song3地段的 戶盤樓盤 Handon Waterside 這間我們畫面所見的 這個project 我們就簡單計算一條數給大家看看 就是如果你入手一個一房單位 想著先出租後自用 到底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這個大型戶盤樓盤 亦都是英國最大的發展商 其中一個在倫敦Song3的project 而我們今天就拿到這個project 其中一間一房單位 就屬於這棟Gold Fringe Apartment 大概那個單位就在這角 這角看出來亦都剛剛好 可以看到屋苑裡面的圓林陸景 和下面的一個水庫景 如果看回開織 我們就會拿到六樓這間 202號室這間單位 跟大家看看 到底如果我買回來 先出租後自用 到底這條數怎樣計算 project名是Handle Mortar Sight 剛才的一房單位 這個202號室單位 免費是554呎 樓價來說 發展商標價是40萬01千 接實後是376,940英鎊 202號室六樓 這個座向 露台望出去這邊 望正西 亦都是望到剛才的水庫 戶盤位置 一房單位 一般來說 買英國新樓 我們很簡單 先下一個很少金額的 regulation fee 就留單位 以這個project來說 就下2萬港幣 高了這個單位 之後就會經歷一個月法律樓程 完成之後 就準備樓價的10% 一成首期 因為這層樓的樓價是376,940英鎊 一成首期 即我們準備 大概是37,694英鎊 給了首期之後 其實我們就沒什麼做了 一直等交樓 這個project就明年年中交樓了 而我們買英國新樓的 stamp duty 就是年尾數 最後這90%一次過 兩件數一起給的 stamp duty 總共得出25,194 假若我是non-UK resident 以buy to let 形式去入手 律師費來說 大概介乎2000到2400英鎊 我們預松一點寫2400英鎊 這兩個費用 也是入手英國新樓盤的 最大的開銷 stamp duty 和律師費 因為買英國新樓 就沒有經紀佣金 你不需要給經紀佣金 如果參考Rymov 這間來講 當地的行程 放租行程 在當地來講 放一間新樓盤出街 大概一房單位 就介乎1800至2200鎊 我們就保守一點點 拿一個1900鎊 就做一個 譬如我放一間一房單位出街 大概看一個租金回報是怎樣 假如我每個月放租1900鎊 一年實收22800 減了service charge 管理費 以及letting fee letting fee 就圍到大概租金的10% 一般來說 坊間一些letting agent 幫你去放租 代租代管 為到每個月租金收入的10% 當然你可以自己放 你自己放就連這一節都省了 letting fee 減了之後 就剩下1526英鎊 每個月 一年來講 現金樓 代比你大約18310英鎊 Profit來講 怎樣計算呢 先看rental yield rental yield就是每年 你收回租金 22800 除樓價 截實後的樓價 376940 得出的rental yield 大概是6厘 但就未減費費 你減了這些花費費後 就得出來的百分比是4.86% 4.68L 埋近5厘 除稅後 如果以個人名義入手 英國那邊來講 income tax是20% 即是打個八折 打了八折之後 現在正落袋大概埋近4厘 大致上來說 如果你入手一間 先出租後置用的單位 現階段可能先放租 也比較多港人是用這種做法去做的 因為就除了可以早點買 相對的樓價會比較便宜之外 第二就是起碼有房子在那邊 第二可能真的香港這邊 隨時真的起行過去的 這個也是暫時我們接觸的買家來說 最多香港人 現時是講過做法的 因為多過資產配置而已 不要全都拿了港幣 而如果是純投資的朋友 很推薦你用公司名義持有 至於為什麼呢 這裡不長談了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就看看我們較早前的這條影片 裡面都很詳細告訴你 為什麼要用公司名義持有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就不重複了 回望回看英國的意識 8月3日就加了4.1L 現在去到5.25L 起步價就由0.1L開始加 2021年 當時就12月開始加 加了這14次之後 足足加了5.15L 同期英國樓 如果自至今年3月 就升了超過10% 新樓 以剛才倫敦我們看的三個人政區 分別都升12-23% 來到這裡 我想大家自己可能要籌貌一下 或者想想 如果最終你都是要買新盤 你不看二手樓 過去這段期間 可能真的你會失望一點 英國加息新樓是協助性的 但是如果你是不一定要新樓 二手樓都OK 這個是另外一件事 今天這條影片的內容 也對你來說就不是太有作用了 純粹一個參考 今天這條影片的分享也大致上差不多 我想如果大家對於 譬如說北倫敦這邊 入手一些新盤感興趣 希望入手一些Buy2L物業 或者接下來在當地下腳 探索一些新盤 接下來我們會出多少影片 有關北倫敦這邊的新盤 如果大家感興趣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至於你說 如果希望在這邊 先出租後製用 Buy2Lac到底市場上有什麼可以選擇 如果大家糾結了一段時間 都未能解決到 也可以WhatsApp 我們熱線56269151 到時我們也會同時解答你 今天這條影片分享 第二次上差不多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